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拾看掌 话题平平地欢乐颂二 最新剧情却迎来了一次小高潮 最终 邱盈盈因为不是处女 惨遭男友英琴嫌弃 提出分手 曲小潇听后一声气 在停车唱怒打英琴 引发了不少观众热议 5月22日下午 曲小潇的扮演者王子文在东方卫视组织的微信群里接受记者采访 她透露在拍摄现场自己 也没能控制住自己 边拍 还编标了脏话 连导演看后都敢看真相泼妇 曲小潇这个角色真的是个个力 在一个影视剧里把一个人物写得这么极端的也是比较少见的王子文 坦言曲小潇只适合存在群戏里 这样的性格当女一号会有问题 她还透露 今后接下将尽量避免同类角色 怒打英琴被导演调侃颇负于曲小潇相爱相杀戏中 曲小潇打了英琴 但邱盈盈恩家仇报 这一段情节引起观众很大争议 采访中 谈及拍摄打英琴的这场戏 王子文透露 拍之前跟导演有过交流 因为我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导演说你就凭着你的感觉走吧 你就是曲小潇 结果王子文真的曲小潇上身打完英琴后 被导演笑砍真相泼妇 我就照着自己的感觉打了 打的时候其实有挺多脏话的 我在现场的时候也控制不住自己 我希望她是最真实的 所以在语言上也没有格外的控制 但是我们在后期重新配了这场 戏的音 现在不少观众很容易将曲小潇这个角色 和王子文一并看待 王子文本人则用了相爱相杀来形容对角色的复杂感情 曲小潇之所以可以 这样不在乎任何人怎么看她 也是因为她从小就被家里宠着 朋友轰着 而我们在普通家庭长大的孩子 多多少少希望得到身边人的认可和喜欢的 所以会在乎别人的想法 会限制自己的言行举止 尽管如此 在对待世青的态度上 王子文还是 自认能为曲小潇代言 我也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个性 比较直爽吧 也比较喜欢航家仗义 八十多套戏服全是大牌灵气缺乏 因为太疲劳作为剧中的富二代时尚担当 有观众觉得第二季曲妖精的衣服 没有第一季好看 对此 王子文坦言 第一季的颜色更多 少女感更强 但都是几百元一件的 说实话不太符合她的家庭背景 第二季有很多大牌 就奢华 成熟了一些 更符合人物 王子文透露 这一次剧中造型没有自己的私服 因为这一次剧组准备得很充分 大概给准备了八十多套 已完全足够 采访中 王子文告诉记者 在往后的剧情里 曲小潇会有更多变化 从锋芒毕露 无所不能到展现出更多的弱点 也有小女人的一面 不过 有观众评论说 王子文的表演没有第一季的领起了 对此她不否认 有一段时间 我是很疲劳的 是没有一点休息的 状态不太好 到了后半段才好一些 此外 对于该剧引发的一些争议 王子文觉得是因为剧中发生的事情 都是一些生活中会碰到的事情 我喜欢《欢乐颂》是因为我们把一个很写实 很结底气的戏 拍得很时髦 年轻一代可能更喜欢看所谓的偶像剧 《欢乐颂》就是把写实题材 和偶像剧结合得比较好的一部戏 其制解读剖其关系 爱能解决所有问题 作为一部都市情感剧 《欢乐颂》20克聚焦的都是都市人精 常面对的生活情感问题 在最近的剧情中 安迪被小包总的妈妈热情款待 樊盛美则遭到王百川的妈妈 在语言上的打击 曲小潇因为不敢面对未来婆婆之间 逃出国谈生意 不同的人 不同的态度和选择 有关吴美与未来婆婆之间的婆媳关系 讨论一时间多了不少 在王子文看来 曲小潇目前还只想和赵医生谈恋爱 甚至没考虑结婚 因此还没达到殖命婆媳关系的地步 但同样作为女性 王 子文自己对于婆媳关系 倒有着一套独到的见解 在采访中 王子文直言 处理婆媳关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爱 他说 婆婆真的要把儿媳妇 当成自己的闺蜜一样 媳妇也要把婆婆当成自己的妈妈 没有你跟我 其实都是一家人 我相信人心都是肉肠的 这样的方式 她就是铁石心肠也会对你很疼爱的 就是爱彼此 我觉得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演过了具有争议性的曲小潇 王子文表示以后接 戏会尽量规避同类角色 她在老百姓当中还是颇具争议的 在全戏中会比较出彩 但如果作为女一号是有缺陷的 所以未来也很难碰到这么极致的角色了 封面新闻 华西都市报记者 陈颖热巴好难以退 威比武装上扭装强势回归 不像李小璐有了甜心娱乐圈后的沉寂 生完孩子三天就出院先轰炸雷子娱乐圈 也安抚了广大即将要生宝宝的姐妹们 原来生孩子这么简单 之后就又马上表示要重返跑难 终于终于 这一天真的到了 迪丽热巴小人隐退 封面不比这个辣妈 这次不再以农装和舞制住全场 而是以裸装强势回归 现在又 是个火辣辣的五月 封面不比的裸装注定要刮起一股裸装选风 不再是农装公主饭 封面不比这次的裸装 陪着大气的穿搭 性感与朝气的凝聚一身有墨有 超有气质 当然护肤达人范范 也给大家带了了 baby裸装的拆解动作 哦 关于眉装 我们化裸色装的时候 眉装最好搭配与发色一致 或者比发色 稍浅的眉粉 在眉头四分之一处 用眉刷往上刷 剩下四分之三的眉毛用 眉刷摘去眉粉顺沿着眉毛 生长的方向刷开 眉粉填满眉毛间的空气 眉毛会显得浓密又自然 说着就又到了外面铁板上放个鸡蛋 马上就煎熟了的季节 对一个女人来说 装技巧绝对是不能少的 当然baby女神也教给我们 夏日同样不能少了冰淇淋 哈哈哈哈 裸妆眼妆重点 手指指负摘取带珠光色的褥色眼影 轻轻点按在眼窝中 使眼睛有闪闪发亮的感觉 眼头壳下眼睛 用眼影棒摘取珠光色 眼影画出细细的卧彩 有点亮眼头 增大眼睛的效果 睫毛夹翘以后 上下睫毛都涂上睫毛膏 眼睛更有神韵 直播中 Inggbby告诉我们 裸妆真的可以好美哦 棒嫩什么的不在画下 baby强势归来 裸妆之脸颊重点 选择裸色的腮红 用腮红扫扫在脸颊上 按涂上锁式刷出一个倒三角以后 晕染腮红的边界 使腮红与底妆更加融合 显出脸颊自然的好气色 其实画裸色的腮红更像 是画羞绒 不会过于粉嫩的裸色 更能柔和脸部的轮廓 妆容更加整洁 Inggbby这次的强势回归 从妆容上看的确成熟了好多 那么具体的表现呢 在快难上拭目以待喽 当然了 如果夏天要照照艺术照什么的 也不需要油腻腻的浓妆 罗妆 粉色眼影 粉丝腮红 瞬间桃花妆出来了 哦 对了 罗妆还有一点要注意 春妆 罗色嘴唇似乎很难驾驭 因为色彩的饱和度低 衣不留心就会 变成嘴唇发白 我们可以选择裸粉色 或裸橘色的唇彩 作为主要的唇裸彩妆产品 裸粉色和裸橘色的唇彩 透出淡淡的唇色 唇彩质地的光泽感 更能使唇妆更加闪亮 好了 贝比罗妆拆解动作你 学会了吗 师傅孟非开店她去捧场 小月月辣到满头汉网 易娱乐5月23日报道 5月22日中午 小月月发布 晒出了她在孟非与哥德刚喝开的小面店里 捧场去面地照片 小月月晒出了两碗小面地照片 看着很诱人对面的孟非吃的重欢 而自己却早已拉得满头大汗 并配闻到第一次吃孟非的小面 居然是在墨尔本 听说是跟我师傅一起开的店 好辣好好吃 师傅开店徒弟自然要捧场 网友们看到了 纷纷留言付钱了吗 还有人显然是也心动了 忙问价 多少钱 只要我一本就不在意 再一次 证明 还是 我一本就不在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